欢迎来到丁丁 上一集的影片 我们说到忍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七大行业 你还记得吗 那这一集我们就来说说看 这期间到底有哪些行业是比较稳定的吧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 最直接被提高需求的行业 不怀孤就是医疗与医疗机械业 病毒的发生 大大的提升了对医护产品 呼吸支持仪器等等的需求 疫情发病者不断的上升 虽然暂时没有特定的治疗或药物 但是某些能够提供治疗支持的抗病毒药物 及呼吸支持器等 都是与床这次医疗的提示 由于需求过于庞大 某些国家的人民甚至买不到口罩和酒精消毒液等等 不仅如此 某些医院也提供了此病毒的厌生检查 一般上对于受感染的医院 要建成500张以上病床 至少需要两个时间 但在中国 仅用了短短的时间 连夜赶工 便搭乘了火神山医院 而马来西亚也出现了大马版火神山医院 在短时间内建设了拥有500个床位的临时医院 床位与床位之间使用隔板隔开 疫情的发生也提高了大家对健康的意识 因此有关健康的保险业务 销量也将有可能提升 许多保险公司也推出了与疫情有关的保险产品 拓展了部分保险产品的责任 将新型冠状病毒繁染的被影大陆宝藏 贴彻就是大部分人都喜爱的游戏 疫情更是导致了某些国家 处于行动管制状态 民众也只能乖乖乖在家 暂时线上娱乐明显提升 老如是都纷纷回环 这包括了深受喜爱的王者荣耀 也再度引发热潮 在华人农历年三十的丹律医院 凡飙了五成 有可能突破了二十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 虽然影响了不少的行业 但对于某些行业还是保持于稳定状态 而你又是什么行业的呢 记得在留言区里面 让我知道哦 记得按赞关注与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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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